理想大地度假飯店推出全新水岸森林性景觀園區A2水岸 連續假期期間突破原本預估人潮了 看目視野於第三天就突破萬人次來參觀 穿梭在水岸森林的電動遊艇更是斑斑客滿 業者更是預估在雙十連假 還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到花蓮遊玩 雖然三位玩工就已經成功吸引許多遊客進入體驗 在市營運進入第三天的情況之下 就已突破萬人 更多民眾排隊希望能夠體驗 最美麗的水岸森林搭船遊湖 園區內滿滿是人潮也突破了業者的預估量 我們原本預估因為中秋連假算是連續假期 那人潮方面我們其實是比較期待這個雙十的部分 那這一次所以才設定為市營運 那這次其實真的很超乎我們的預期 比我們預估的還超過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市營運手錄大概有四千人以上的入園 那昨天大概是在六七千左右 那今天到目前中午的時間已經達到昨天的一個水準 所以評估今天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破萬人次入園 A2水岸園區具有獨特的水岸森林景觀 為了讓遊客有難忘的遊園感受理想大地度假飯店 也請國內團隊設計打造獨一無二的電動遊艇 業者也指出希望遊客前來遊玩時能夠注意路況 儘量的配合指揮人員進入園區 因為我們目前星巴克前面的停車場就有三十三個位置 那我們有在我們的隔壁的這個未來的下一期開發的露營區 先做了臨時停車場的設置 那也特別協請這些守望隊當我們的這個外圍的交管人員 所以請要來的這個民眾呢 就是遵守我們的交管人員的這個指揮 那一定都能夠依序的進到這個停車場 進到園區來遊觀光 遊客在進入園區之後 可以輕鬆舒適的坐在遊艇上 緩慢的享受滑過湖面 穿梭在水岸森林草叢 欣賞水岸的四地生態 以及遠方中央山脈的山欄 天氣好時更能夠感受到它的壯闊 記得臨界收封箱 採訪不到